全油管最快新闻,10月27日,杨企招商局、中国石化、东风汽车等公司的主要领导发生了调整。 时代被任命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, 中任接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, 而杨青则担任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。 这些变动将对相关公司产生重要影响,新任领导的履职也备受关注。 央企的人事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, 我们将继续关注并报道这些变动带来的影响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